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3年2月11日,星期六 这个视频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有10条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1条新闻是关于统一问题的 统一已经提到了一个最高的意识异常 但是这个统一不是中国的统一,而是韩国 那么我们又知道呢,在8号的晚上 朝鲜举办了大规模的这个阅兵仪式 在这个阅兵上呢,朝鲜展示了他们的一系列的 高端的先进的威力巨大的武器啊 包括这个核武器 那么作为韩国来说,会对这个事情没有反应吗 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那么就在朝鲜阅兵完了以后呢 韩国的总统尹虚悦就召集了他们的统一部来汇报工作 请注意啊,统一部 统一部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专门管统一的呀 朝鲜和韩国呢,虽然说现在呢,都是两个独立的国家 都是有主权的 而且在联合国呢,是单独的联合国成员我 但是呢,这两个国家呀 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们这个统一的使命 那么尹虚悦在召集了他们统一部进行这个工作汇报以后呢 他心血来潮的,他说什么 他说统一会突如其来 说请相关的部门做好 以韩国的体制为中心的实现统一的准备啊 统一会突如其来 就是说一夜之间,如果韩国要实行统一的计划的话呢 那么南北朝鲜就会实现统一 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 我感觉就用两个字来形容 吹牛 韩国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呢 那么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 差不多去年一年吧 朝鲜不断的进行一些先进武器的试验试射什么的哈 让韩国呢是备受压力 前一段时间呢 韩国还提出来说呢 正在和美国进行核武器这方面的研讨 研究或者是讨论啊 那么他的这句话呢 一时激起千层浪啊 但是呢 很快就被美国总统拜登给否定了 美国总统拜登说 没有跟韩国进行这样的讨论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因为朝鲜现在是一个拥和的国家 而且呢 在去年的一年当中 朝鲜不断的展示了他们先进的武器 他们这个核武器呢 不仅能打到韩国 他们呢 还能够打到关岛夏威夷 甚至呢可以打到美国的本土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威胁啊 美国能不怕吗 美国当然是怕啦 美国呢就是能不惹这个朝鲜 就不惹这个朝鲜啊 对朝鲜采取的都是一种威吓的这种方式 尹新月竟然说呢 说都不排除主动对朝鲜进行出击啊 统一会突如其来 一夜之间就对朝鲜发动这个统一的行动 那么这还不是吹牛吗 靠他自己怎么可能实现呢 如果他胆敢主动的对朝鲜来挑衅的话呢 那么美国是绝对不会管他的 美国绝对不会管他 而朝鲜呢又有核武器 对不对 那么他不是找死吗 那么这样的一个前景 尹新月难道能够看不到吗 当他头脑冷静的时候 他能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吗 所以说呢 我就送他两个字 他这纯粹就是吹牛 好这是第一个新闻 第二个新闻呢 是关于美国的 那么美国在昨天的时候呢 也做了一件吹牛的事 那么我们就知道哈 因为乌克兰呢 最近啊 已经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的承诺 将会给他提供坦克 但是呢 乌克兰并不满足于此 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 又跑到欧洲进行窜访 要求他们呢 给他提供战斗机 那么英国呢 竟然也答应了 那俄罗斯呢 除了说对乌克兰 马上就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以外呢 俄罗斯其实多次的进行了那种暗示 如果说给俄罗斯逼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俄罗斯是会使用核武器的 并且俄罗斯呢 前两天还对他们苏联时期的一些防空洞呢 进行了检查 并且呢 开始进行修缮以及升级 那么这些呢 都是一些呢 世界大战有可能爆发 核武器有可能使用 俄罗斯本土有可能会遭到攻击的这么一些准备 对于这样的一个准备很显然 俄罗斯要应对的可能会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战争升级 那么换句话说呢 俄罗斯啊 做好了和美国直接冲突和拼命的一个准备 那么美国对此能够无动于衷吗 美国对此也不能无动于衷啊 那么据报道呢 昨天的时候 美国的空军司令部在他们的网站上发布了一个消息 说是10号下午3点01分的时候 美国在加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 发射了一个民兵3的一个洲际导弹 这个洲际导弹它的射程呢 是12500公里 那么它这个目标是谁呢 其实很显而易见了 它就是为了吓唬朝鲜 为了吓唬俄罗斯 那么同时呢 也给它的盟友壮胆的这么一个举动 我觉得它这个举动的目的呢 第一个目的达不到 俄罗斯和朝鲜都不会被它吓倒 那么它的第二个目的呢 很有可能达到 就是鼓励它的盟友 尤其是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 对它来说呢 会起到的一个鼓励的作用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乌克兰有恃无恐将战争升级的话呢 那美国有可能就被动了 有可能呢 美国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 都会被拖入这个世界大战当中 到时候呢 世界真的是就危险了 好 第三个新闻呢 就是美国最近不是指责 中国有一些企业私下里面 向俄罗斯提供这个飞机的零部件 这件事情吗 那么今天呢 我看到一个视频啊 就是俄罗斯前线呢 它有一队士兵 在吃早餐的时候呢 发了一个视频啊 就展示他们的早餐 有三大桶食品 说感谢中国人给他们提供了这顿早餐 那么我们就看到 它这个三大桶的食品呢 第一桶好像就是炒米粉 第二桶和第三桶呢 看不大出来是什么 第二桶看起来好像是什么 我们北方经常吃的那种面疙瘩汤似的 我小的时候呢 我妈妈经常做这个面疙瘩汤 挺好吃的 然后第三桶呢 也看起来像是 反正都是一些液体 反正都是一些稀的啊 第一桶就是炒米粉的那个啊 应该是干的啊 后面两桶呢 好像是稀的啊 最后一桶好像是鸡蛋汤什么之类的 那么就说到美国呢 一直特别关注 就是中国呢 有没有对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行动呢 提供任何的援助啊 他所说的那个飞机零部件那个 我觉得美国是输不着哎 因为你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武器什么的好像都做不到是完全自主吧 是不是 那美国的那飞机什么的战机什么的里面 别的咱们不说 他肯定是离不开中国的稀土的呀 对不对 那么俄罗斯也有那个稀土 好像也是美国的很多关键产品所离不开的 那么美国都尚且离不开他的敌对国家 那俄罗斯的那些个军事产品里面 难道说会没有美国的元素吗 那如果说给俄罗斯提供了零部件 提供了某一个成分 就算是支援俄罗斯的话 那么你美国是不是也均援了俄罗斯呢 那美国的那石油公司还买俄罗斯的石油呢 你们的盟友日本不是还买俄罗斯的石油吗 还说是从撒哈林岛买的石油不受限价的限制 对不对 那么你这些还不是一样吗 对不对 中国呢 主要是现在呀还没到和美国撕破脸的程度 如果中国和美国到撕破脸的程度的话呢 中国肯定是不会勒你这一套的 中国人就说呢 我就给他提供怎么着吧 如果真的说中国到那个程度的话呢 你美国呀 你还真是就没正念 另外呢 我看到俄罗斯的那个视频里面啊 就是看起来是发视频的那个人啊 年龄挺大的 我看到中国好多的网友留言的时候说 说哇俄罗斯是没人了吗 为什么这么老了还去参加那个战争呢 如果说观众朋友您也看到过那个视频 您也有这样的疑问的话呢 我就想做一个解释啊 我怎么解读这件事呢 我看到就是发视频的那个人啊 他是年龄挺大的 但是我看到他穿的衣服呢 好像是一个飞行员 而那些吃饭的呢 都是一些年轻的 那么就很有可能 这个发视频的这个年龄大的呀 他有可能就是开那个飞机的 他开着飞机给前线 给他们送这个早餐 然后顺便呢 他就发这么一个视频 而且呢 俄罗斯的这个军队呀 就这个瓦格纳军团 他是私有的一个军事集团 那你想想看 他们是专业的 这些军人呢 都是专业的 作为私人的这种专业的军团来说 那么他平常的时候呢 他征兵征完了以后呢 会对他们进行训练 对不对 那么你训练完了 你训练这些军人 还不就是为了上前线 还不就是为了有机会的时候呢 要来发挥作用 从而来实现你们的利益吗 平常就都是投入 然后战争的时候 才能得到利益 对不对 那你平常对那些人进行了训练 等他有战争的时候呢 那这些人岁数大了 难道就让他退休吗 那么之前的投入不就白投了吗 所以像瓦格纳军团这样里面啊 他一定有岁数大的 所以这个呢 其实很正常 下一个新闻呢 是关于这个土耳其的啊 关于土耳其这个地震呢 我有两条消息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呢 就是美国 美国呢 事儿没做多少啊 他叫的挺响啊 然后呢 他动静也挺大呀 他就说呀 他对这个叙利亚呀 土耳其呀 都给了人道主义的援助啊 之前的时候咱们说过这事啊 华春莹就说 那如果你给援助的话呢 为什么叙利亚那灾民 现在还是那种状况啊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是美国今天宣布说呢 说为了帮助这个土耳其救灾呀 他的一个航空母舰将会开到土耳其的那个水域 开到土耳其呀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 到土耳其来救灾 开着航空母舰干什么呀 嗯 是不是别有用心呀 美国把航空母舰又开到那个地区 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段时间哈 我们就看到土耳其在地震当中 就他那个楼房啊 哗啦哗啦就倒下来了 就跟那个定向爆破似的 我当时呢 说实在的 我跟好多的网友呢 我一觉得说 哎呀 这个建筑质量是成问题吧 但是呢 转点你想啊 这个地震的级别都达到了7.8级了 都将近8级 而且呢 还是一个双震 就是两个7.8级啊 相继而来 所以再结实的建筑呢 可能也经不起这样的地震 但是呢 今天我就看到啊 去报道说啊 土耳其电视台的有一位美女主播 就对那些建筑提出质疑 觉得说呢 那些建筑呢 就是豆腐渣工程 应该向那些设计的专家 应该向那些建筑商追责 然后呢 我又看到很多的网友呢 也在讨论这件事情 就觉得说 他那些建筑啊 虽然说呢 在7.8级这么强的震下呢 倒下在所难免 但是他那些个建筑呢 就看起来啊 就像是豆腐渣工程 就好像那楼房啊 都是土劈垒起来似的 我们没有看见他的钢筋混凝土 他如果是那种钢筋混凝土的话呢 按说他倒完了以后 你会看到那些钢筋啊 吱吱愣愣的就在那 对不对 会有大块的混凝土在那 但是他那个好像就没有哎 下一个新闻呢 我觉得非常的解气啊 为这个微信点赞 这是一个什么事呢 不是在2月7号的时候 拜登发表了国庆资文吗 在那个国庆资文里面呢 他提到了好多关于中国的内容 但是他那些内容呢 就为中国外交部和官媒 指控他说呢 拜登是严重的不属实 那么关于中国的一些段落呢 我之前的时候还跟大家说 美国之音还给他翻译成了中文 对吧 发布出来 那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呢 在他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啊 也公布了拜登的这个国庆资文的 有关中国的内容 翻译成中文的这一部分内容 那么今天我看到美国之音报道说呀 美国大使馆关于拜登的这个国庆资文的 这一篇文章呢 说是被屏蔽了啊 原因呢 就是中国认为拜登的国庆资文呢 是撒谎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 这个可以有 以后呢 就关于他们的这种谎言呢 说你管不着美国之音怎么发表 美国的媒体怎么发表 但是你还管不着微信公众号吗 你还管不着这个微博吗 如果他有这样的内容的话呢 就给他删了 没商量 那么同时呢 我想跟大家说呀 就是前两天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美国推出来了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APP 这个APP呢 最近这几天呢 就火得不得了 那么前几天我还跟大家说了 美国的一个议员呢 他就用这个APP啊 写了一个演讲稿 我当时还说呢 你这个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啊 那么其实呢 前两天我就看到有报道 有人就说呢 这个拜登的国庆资文的演讲稿呢 也是用那个机器人写的 那么今天我还看到纽约时报 他就是给我推送的 那个文章里面呢 他也说到了 说拜登的那个演讲稿呢 很有可能是 那个APP写的 是人工智能APP写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记者从里面抓到了一些用语 那些用语呢 就作为拜登来说 作为拜登的秘书来说 作为任何一个人 给拜登写这个文稿的人来说 不可能用那些用语的 只有可能那个人工智能APP 给他写的话呢 才有可能用那样的用语 所以呢 纽约时报的那个作者就认为呢 拜登的演讲稿啊 起码部分是由机器人写的 好 你们美国哈 议员呀 总统呀 他们的讲话呢 都是由机器人写的 你们还不如趁早呢 就把那些个议员呢 总统啊 什么的 全都给他们fire了 得了 用他们干什么 还花那么多钱 对不对 直接用机器人多好啊 让机器人从幕后走到台前 好 下一个新闻呢 也是来自于纽约时报 我看到台湾的节目里面呢 就说到啊 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新冠疫情的 啊 本来是说呢 想在春节期间 以及春节之后呢 等着看中国上演 起码两波疫情高峰的这个好戏 可是现在呢 好戏没看到 看到中国呢 好像这个疫情跟他们没关系 中国现在这个状况呢 人们的心情啊 人们的行为方式啊 社会上的这些个情景啊 就好像这新冠没有到过中国似的 让纽约时报觉得呢 好生奇怪 好生失望啊 好 第三个呢 新闻 是关于台湾的佛教大师 星云大师的 那么星云大师呢 在2月5号啊 就去世了 享年呢 是96岁啊 说他生前的时候呢 饱受病痛啊 得了癌症 不知道得了什么癌症啊 就需要不停的来往于 他的这个住地和医院之间 就老得去医院去治疗 那么我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想跟大家报告的新闻呢 不是这个新闻 而是呢 今天我看到台湾的媒体报道说呀 这个星云大师 他留了一个5000字的遗嘱哎 他这个5000字的遗嘱呢 就对这个佛教 对这个宗教呢 进行了一个叫做真诚的告白 他这个遗嘱就有个名字啊 跟一篇文章一样 他的名字呢 就叫真诚的告白 那么其中的有一段呢 他就写到了关于这个舍利子 之前的时候呢 老说那些修行的那些人啊 他们在死了以后呢 他会有舍利子啊 什么叫舍利子呢 因为他修行了一生 一般人呢 在火化了之后呢 你就化成灰了 但是呢 因为他修行了一生 那么他的这个身体里面啊 也不清楚是骨骼呀 还是什么 他呢 就和普通人不一样 就不会化成灰 而是会有一个结晶 那么这个结晶呢 就叫舍利子啊 那么这个星云大师啊 他去世以后 在他这个5000字的遗嘱 当中他就说到了 关于这个舍利子 他说我死了以后呢 我是没有舍利子的 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啊 他说对于人生的最后 我没有舍利子 各种繁文辱节一概全勉 只要写上简单的几个字 或是有心对我怀念者 可以唱颂人间姻缘的佛曲 如果大家心中有人间佛教 实时奉行人间佛教 我想这就是对我最好的怀念 也是我所忠心期盼的 对于他这个遗嘱呢 我看到报道说呢 好像他的弟子们呢 还挺失望的 因为呢 这个星云大师他96岁 他就破除了舍利子的这一个迷思 长期以来呢 人们就认为修行完了以后呢 他的身体会和普通人不一样 之前说实在的 我就很怀疑这一点 或者呢 我就坚信呢 就是人们的一个美好愿望而已 实际上呢 人人都知道这不可能的事 比如说星云大师哈 我一看到他原记的这个消息 然后我看到说 他生前好几十年当中呢 他因为病痛 来往于医院和他住处之间 老是去医院哈 这事就说明了 你再修行也没用的 你毕竟还是一个人 你就是一个人 你叫大师可以 但是你不可能成为神 你不可能高于人 这都不可能的 那么这个大师的遗嘱呢 也多多少少就有点要破除 这种迷信的这种意向在里头 我也没有看他五千字的全文啊 从他刚才我读的这段话当中呢 也看不出来他明确表示 他没有明确表示 但是呢 我们能感觉到他那种味道 他有那种暗示 他说人间佛教 佛教他就是一个教 是人间的东西 并不是神间的东西 我就是跟大家呢 就是报告这么一个新闻 我倒是也不太赞同 我们大家非得炒作这件事啊 对人家那个虔诚的信佛的那些人 对人家进行否定和打击 我还是偏向于让人家那些人保留一份美好 保留那种愿望也好 迷思也好 迷信也好 是什么都好 我们应该去尊重他们 好 下一个新闻呢 让我看了以后呢 我也觉得说这能是真的吗 它是发生在印度的啊 要不是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呢 其实我还真是觉得我会选择不信 是一个什么事呢 说印度啊 最近的这几天 他们有一个帮在进行这个教师考试 他会聘用那教师实行这种考试录取的这个办法 因为今年报考的人数呢 特别多 说是设了有一千多个考场 但是呢 就在考试的当天 有一个考场的外面呢 有一辆中巴车就在那徘徊 引起来了警方的注意 那么警方就上前呀 到这个中巴车里面一检查不要紧 我的个天哪 那里面有好多人就在那狂答题啊 在那狂答题啊 那么他们答题干什么呢 就是在帮考场里面的人呢 在答题 就是替考了 就是作弊了 然后这个中央电视台这个报道呢 又提到了印度呢 各种的考试 印度也是有高考的 还有其他的各种的考试吧 比如说公务员什么之类的啊 反正主要就是高考啦 中考啦 这些考试啊 说这个印度考试作弊啊 特别的泛滥 特别的泛滥 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面呢 还有这个视频呢 有图有真相 有视频呢 说是高考的时候啊 就是场外的家长 在帮着孩子进行作弊 在场外呢 家长就赶紧找那个考题的答案 然后写到纸上揉成这个小纸团 啊 有的呢 就从这个窗户上 就扔进去 扔给他们的孩子 孩子收到小纸团以后呢 就照抄 说呢 还有的家长呢 干脆哈 就是趴在那个学校教室外面的窗户上啊 就看到那一栋楼啊 有那么四五层高 每一层的窗户上都有家长趴在上面 就跟蜘蛛侠似的 就跟那作弊啊 你就看了这个以后呢 我觉得这能是真的吗 那么里面监考的老师 难道就不管吗 无感吗 还有在里面考试的那些 没有家长在外面帮助的那些孩子 难道没有意见吗 但是这个报道是来自于中央电视台的 我觉得中央电视台如果报道这个算 这应该是真的 不然的话 人家印度该跟中央电视台不干了 对吧 然后呢 我再想一下哈 你说印度以前还有一件事啊 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我用了好几年 我才接受了这个现实啊 就是印度人怕火车这件事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印度那火车哈 上面下面里面外面全是人的那种 我就表示不相信 我说这能是真的吗 这不是真的吧 是不是火车停在这儿 人们就扒在上面 或者是上面下面的在那干什么呀 是个节日的啊 或者是是一个什么活动吧 我用了好几年 我就专门就关注这件事儿 凡是有印度的镜头的 我就关注我看在火车上 是不是火车上火车下都是人啊 我用了好几年 我就证实了这件事是真的 所以说如果这件事是真的的话呢 那些家长扮演蜘蛛侠在那帮着孩子作弊这件事呢 可能就是真的 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难以置信 难以置信 好 下一个新闻呢 也挺难以置信的 但是呢 它也是真的啊 它是什么呢 说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哈 就那些个极毒的警察 他们经常用到的动物呢 就是警犬 对吧 我们就知道呢 为什么用警犬呢 因为那些警犬呢 他们的嗅觉呢 特别灵敏 狗类的 他们的嗅觉就很灵敏 然后呢 再选出来狗类的 最灵敏的那些啊 狗中的战斗狗 给他选择出来以后呢 再加一训练 那么他们就成为这个警犬 帮助警察来击毒 那么今天我看到一个报道呢 现在中国哈 还培训出来了第一批 击毒的松鼠 说这个松鼠啊 它的这嗅觉也非常灵敏 现在呢 中国重庆市 对松鼠呢 经过这种选拔呀 培训呀 试验呀 现在呢 中国第一批 有六只松鼠 赋予了他们警贤 就那些警犬啊 军犬呀什么的 他们在这个军队里面 在警队里面 他们都有他们的位置啊 都有编制 在编的啊 那么现在呢 说是第一批 有六只松鼠 已经是在编了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